大家好我是豆妈 怎样才能熬出雪白不星的猪油呢 其实没有任何技巧 看今天视频 熬猪油尽量选用猪板油 不仅出油率高 油品质也好 把猪板油切成小块 可缩短熬制时间 达到快速出油的目的 熬猪油第一步先焯一遍水 主要去除雪水 成品猪油会更白 煮开后撇去浮沫 捞出 熬猪油很多人不知道用水熬还是用油熬 其实用水熬最好 加水防止猪油突然预热而焦化 锅中倒入猪板油 加少许水 水量越多熬制时间越长 所以少许水就行 先用大火把水分熬干 水逐渐减少慢慢熬出油 改中小火熬油越来越多 肉丁 肉丁慢慢变小 变微黄时 放点姜片和葱结 主要是给猪油去腥增香 继续熬 等葱姜和油渣变黄 关火 关火 捞出葱姜和油渣 鸡蛋 容器里放几颗黄豆 倒入炼好的猪油 要选择耐高温的容器 自然冷却后 猪油特别白 油渣也不要浪费 回锅继续炼制金黄 倒出控油 包包子做油渣饼 别提多香了 猪油用途很多 炒菜 蒸包子 馒头 做起酥油饼 都少不了猪油 家人们先收藏备用吧 每一期视频都详细讲解 用心在做 喜欢豆妈可以加关注 点赞 收藏 谢谢